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教授你是可以去读个博士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在学这些知识的同时 我培养了很多能力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你的本专业 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明天告诉你 直播 现在改行到立时 我今天转行转定了 我去每一家公司做销售都是销馆 销售达人魅力尽现 好评如潮 花落谁家 我说希望别人怎么服务我 我就去怎么服务别人 他就给了我三件 我说您是要包起来吗 他说这三件不要 其他都给我包起来 他拎着一个麻袋 然后从里边掏出三万块钱说结账 他有这个气质 能让任何人这么快 你今天已经销售到我心里去了 我爸这个人 他就觉得你读再好的书 不如结婚生个子 成家立业父母所欺 立业成家子女所望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观点 你总觉得他们就像一个桎梏一样 放在那儿 我就一直特别赞成先成家后立业 但是往往是立业之后才会选择到属于你 或者适合你的另一半 时代不同 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先成家后立业 成长了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蕾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金星卫视非你莫属 我是扑蕾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非你莫属 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非你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有请第一位休学者 在韩国学习期间 我觉得抗压能力变得非常的强 能读到博士 我觉得除了比较坚持 有学习能力 而且还比较注入细节 我很喜欢语言 也比较适应这种 多语言的国际化的工作环境 如可以的话 无论在哪个团队 今天是做助理 我也希望成为 主要工作的负责者 或者是领导者 吴倩28岁 辽宁人 韩国国立江源大学 造景学专业 主持人好 推荐人好 在座的12位老板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吴倩 今年28岁来自辽宁 今年8月28号 在韩国国立江源大学 取得造景学博士学位 今天来到这里 想寻求一份会议策划 产品策划 以及助理类的工作 或者是在座的12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我做我的简历 谢谢你 她是一个女博士 自己的专业非常不错 但是她在 在完成学业的过程当中 好像发现这个专业 不是那么地适合她 因为她的音频宣言 是适合自己的工作 才是好的工作 所以想要通过非你莫属 来找到一份 真正适合自己 来挑战自己的工作 我推荐她 好 谢谢 造景学专业 这是干嘛的呀 造景 首先一种说法 它相当于我们 国内的城市规划 或者是园林景观设计 但是在韩国 它叫造景学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建个小区 楼建起之后 周围要配有绿化 那么我们就是做绿化设计 或者是公园设计 这一类的景观设计 你为什么会去的韩国 读这个博士呢 原因有三 第一呢 有一段留学经历 是我从小的梦想 第二呢 是我在那边拿到了 全额奖学金 非常丰厚 第三 硕士毕业的时候 确实没有找到 我特别满意的工作 所以就去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以本专业的基础来找工作的话 你这个博士几乎荡然无存 因为你其他的没干过 他这个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一些 找工作确实不好找 产品活动策划助理 你干过吗 我都干过类似的 虽然是兼职或者实习经理干过类似的 你要求的最低薪金是多少 7000家 7000家 对 你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是7000家 我可能会考虑北京的职位多一些 北京的生活成本要高一些 这位老板不知道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 最近总是发现 到这个舞台上来转行的 好多都是博士 就是已经读到博士了 他不搞这个专业了 他搞别的 为什么老是那些高素质人才 最后要转行是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都读到博士了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大家 还是觉得学历越高越好 但没有认识到就是博士 其实是个研究型的 这不耽误时间吗 对啊 如果你当教授 你是可以去读过博士 如果你其他的 你没有必要读博士 你觉得吗 耽误时间 别人我不知道 但对我来说不耽误时间 你学了这么久东西 你算不用了 在知识的部分上 可以这么说 我去在座任何一家企业 我的知识部分几乎是用不上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在学这些知识的同时 我培养了很多能力 但这些能力我是可以用的 培养思考能力 我觉得你有一个错误观念 因为我就直说了 你今天28了对吧 对 没有一个连续的正式的工作经验 对吧 你其实就是一个应届生 对 但是28岁的应届生 然后做一个 跟自己的专业不相关的 这么一个职业 那你过去这么长的 读书的过程当中 对吧 高中毕业之后 你上了十年的大学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你所获得的 所谓的思维方式或者能力 如果你正常本科毕业去工作 可能25岁你就具备了 甚至具备的更好 所以你实际上是耽误了时间 我觉得他的担心有道理 而且对于 我一个学了十年的专业 我要转行的话 任何人都会提出质疑 我自己也曾经质疑我自己 但是我说服了我自己 这个确实也是这样 就是 但是你那个 就是说从这个造景学想 到这个产品策划的话 你这个念头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学的时候 是爸爸帮我选的 我确实很喜欢 但是学习四年中 我发现 你学习的东西 当然你工作不见得会用得上 在硕士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有很多东西都转行了 比如说做广告的也有 做动画的也有 经商的也有 所以我当时觉得 如果我不学习一些其他技能 如果毕业之后 假如我还不能用我的专业 来找到工作的话 那我会觉得是有点惨的 那吴倩 我就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那你想那些 假设只是本科 就在读类似专业的 相关专业的 他来应聘产品错有优势 还是你学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专业 来有优势 我觉得这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不见得本专业 他就一定会做得更好 情号是这样 但是你把产品跟活动写在一起 你认为这都是你的兴趣方向 这是不同的事 我这样解释吧 产品策划是我喜欢学习的 我想去努力的方向 然后会议策划我做个类似的工作 我其实有点武断 但是我觉得你是属于那一类 跑这儿先锻炼一下职场感觉的 站着台 看看老板对你的兴趣 你自己的能不能找着工作 能不能现场拿到offer这种成就 我觉得这挺无聊的 你是到这儿来找感觉来了 还是真的是找工作来了 甚至把我们这儿试试水来了 还是真的有目的而来 首先我是来找工作的 而且我的目标企业就在在座的企业 哪位 你说吧 没关系 说出来吧 美总 美总 我并不同意团好的观念 为什么我说这句话 实际上我在进清华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自己跑什么专业 我只见到我的身边看见汽车 我坐车去上高中 所以我就选了汽车专业 但是正在我到了大学以后 我发现没办法 他有选择的权利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目标很清楚 所以这样的孩子 如果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 然后他扎扎实实坐下去 我觉得他能够做得很好 吴倩 那你为什么不 因为你的职业已经跟你的专业不相关了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跟你的专业相关的一个公司 比如说好几个A股的园林公司 你去那儿干个策划不挺好的吗 不是 他跟他选这个一项企业很奇怪 选个律所去做产品 不是 他可能遇见到那个 银哥也要搞园林了 他没有说我们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与专业相关的你喜欢的岗位去做 现在景观园林公司都非常市场化 人才竞争非常激烈 为什么 我敢肯定的讲 你别说你博士了 你是个硕士 期前期也有的是人抢了要你 你用得着跑这来找一个都不知道岗位是什么的工作吗 如果再这样弄下去 不是他疯了就是你们疯了 不要再去试图的揣摩他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先暂时的再了解一下他的才能 第一轮选择去获留 还有十一赞 接下来进入《银生我有财》 谢谢 也读一下《银银银》 第一页是展现的 我一些本科期间的荣誉证书 体现了一些我的学习能力 其中包括国家奖学金 学校的各门类的其他奖学金 湖南省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及优秀毕业生 下一页谢谢 下一页展现的是我的一些学习能力 除了我本专有还学习了很多其他方面的 首先有我的英语雅思及韩语考试的成绩单 后面我考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然后第二栏的第一章是我 20110年去韩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得到一张结约证书 也是由于那次交流的原因 我开始跟韩国的学校建立联系 最终开始了我的博士课程 后面两篇是我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 然后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SCI或SCIE级别的文章 是对一个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认可 也是毕业的必要条件 下一页谢谢 在韩国期间 我们的研究室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 国际级会议策划 级国内的会议策划 然后我现在展示的这个例子 是我2012年到韩国参加的 第一次国际级的会议策划 当然我们这个会议策划呢 主题时间点都是定的 所以说体现策划的能力并不强 可能更加锻炼活动执行和组织的能力 关于我的策划能力 我在后面有提到 下一页谢谢 我的应聘的其中一个门类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助理类的工作 然后其中分了三个阶段 分别我想展示一下 我做过哪些助理类的工作 首先和我专业相关呢 我在景观设计公司做过设计师助理 然后在硕士期间 我有一半的时间就会来学其他的 我在当时我们的国际学院 给我们的副院长做助理 右边的第一张图片 是我当时的工作证明 然后第三栏是 我在韩国期间所做的工作 其中主要包括研究员和助理 这是我做过的助理类的工作 下一页谢谢 下一页是我做的几个产品策划的小方案 通灵珠宝我提出的是一个珠宝设计理念 以中国的传统的成人礼为切入点 然后我的主题是恒酒祝福 点了通灵珠宝的为下一代珍藏的主题 然后圆了人们对家族传承向往的一个梦想 然后中国男子在古代18到20岁行冠礼 女子在15到18岁行基礼 然后这个基礼和冠礼呢 男子带官 女子束发带头衫 同时这个基礼和冠礼还有另一层含义 就是父母许子女婚嫁 所以也可以住 这款珠宝也可以作为父母对于孩子新婚的一个礼物 然后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男子普遍不使用头饰 所以我提倡用袖扣来代替我发官 然后女子基礼当然可以用头饰 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习惯 有赠礼就有回礼 当子女成年以后 有经济能力之后可以给父母回礼 分别在60到100岁期间 可以给父母回一个生日礼物 那么我知道同龄中宝旗下有传世翡翠 可以以翡翠作为这个礼物 所以我觉得这样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和产品的销售链 好 这可以过了 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 首先我很抱歉 我对于优胜教育了解并不是很多 然后这次我回来 很可惜 那个欧巴疯了 他已经灭了灯 我去了一下优胜教育的东芝门店 然后做了一下咨询 我知道优胜教育是一对一的教学模式 同时他针对于中学初中和高中生 那我这个方案也是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第二个抱歉是我确实不懂 也不会没有做市场调查 我不知道这种少儿汉语教育在中国有没有市场 但是韩国会有很多外国的孩子在韩国学韩语 那么除了沿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 有一对一的汉语教学老师 我们将为每一个学生配备家教式一对一的辅导老师 那么这个辅导老师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在各个大学有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据我了解这些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需要一张毕业证明 那么我们这个优胜教育这个业务呢 可以作为当地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 毕业实习基地 他们过来的时候做20到50次的免费的义务的教学 我们给他开出一张实习证明 这样就拓展了我们的业务 而且形成一个低成本的循环式的短期的实资力量 我觉得降低了成本 就这么多说的不好 请见谅 谢谢 我觉得这一段很加分的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那个吴倩 谢谢你给我们提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坚持 因为我刚才简单替你搜了一下 像东方云林啊 广东棕楼这些大的上市企业 就是你绝对你专业对口的 本科都是8到10万年薪起 太多了这种岗位需求 我替你随便翻了翻 你这博士我第一个待遇能满足 而且现在这种项目拓张 我也看看他们的新的项目拓张 很多也都走在国际前沿 真的有用武之地 你非得跑一个不擅长的领域 刚才你讲给我们企业提的 我只能说感谢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语言文学在国内的这种 应试环境的需求下 只有作文类的 应试类的才有可能受到家长的关注 其实你说那种 其实不会形成相对的相对势 你回应一下 他刚才所提供的这个信息 你都了解了 我在设计公司实习过 为什么我现在依然决定转行 我不是没有从事过 我从事过这样的专业 上面老总那边已经改方案了 然后底下所有的设计师熬夜画图 方案已经改了 我们要把图画完 然后图画完了 熬夜画出来之后 方案已经改了 这种现象很普遍 而且我觉得会有些 直接说 我觉得这种不是很有效率 我之所以能在三年读到博士 拿到这个学位 我是一个很重视效率的人 所以你幼稚 你做产品策划 活动策划 尽量发生这种情况 老大突然想法又变了 或者发现用户需求变了 然后产品就要改 你到哪个企业都改 你前两天熬夜的东西 就没用了 重新干 那这个可能是我幼稚了吧 谢谢你建议 对吧 职场照片很现实 你带着什么样的背景技能去敲门很关键 你的专业背景不符合 过往经历不符合 对吧 就有一些所谓的基本素质符合 新抽样子又比普通本歌声高 我为什么招你 我真的打问 也就是有些老板为了在舞台上刷上广告给你留灯 吴倩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你的本专业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你就大大方跟他讲 我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这个他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对吧 你不要被这个常好道德绑架 你本才绑架他的 你如果要是没有不喜欢这个专业的话 你现在这种职业选择确实是不太合逻辑 那个轻松的可以拿个八千到一万 这个呢 你要到这边来 可能要是就是按本科来算的话四五千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 那没什么话好说 你再给我八千给我一万 我不太喜欢这个事 你到底是不是不喜欢 谢谢您的提议 我做一下解释 我承认我博士今天学的东西 我确实不喜欢 很痛苦 然后 很痛苦 因为大家都说你做到博士了 你写了生态学的文章 在国际集团发表文章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 我可以说在三年 我做专业方面 我每一分每秒都是痛苦的 我可以进大学 可以进设计院 我在博士三年期间 我原来的体重是 大概比现在多七公斤左右 我几乎经常病倒 我们有长期的 大规模的户外体力作业 我晕倒过 然后住院过 那样我也要坚持工作 这不恰恰说明 你都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对啊 你说是都没发现吗 但是 你们这个 我陈好 我觉得你这个就有点那个 喜欢这个专业的话 我问个问题 他已经为了那个 那个奖学金全额的 不是 我告诉你 我要是你哥 我求给你下跪 我也得求你回你专业里 大规模的户外体力作业 我真的适用不了 好 那然后现在你已经就是说 说得很清楚了 与此专业相关的工作 我绝不接受 对 我就是讨厌 老娘就是讨厌 不干这个 是这个意思吗 确实不喜欢 不说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停止了 你拿着你这学历 你到那种 你专业背景的公司 甭管上不上市吧 你两三年一定能混个总监 行了 最起码高级经理级别的 我敢肯定 陈浩 不要再 不要再及时摆脸了 你说的没有用 人家现在就是想渴望突破一下 我这是真爱他 比那假爱是真爱 陈浩 陈浩 你是典型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放弃跟放手的区别 放弃是原来那个东西属于你 你忍痛放弃了 放手是本来就不是你的 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明确告诉你 我们同伴同学31个里面 现在重拾汽车工作的 10个不到 对吧 其中有一个女生跟你一样 非常优秀 一直拿奖学金 多到我们硕士直播 现在改行当律师 你就是人的职业 人的爱好 你就专心自己的内心 不要配所谓的那些老板 那些先知 老板 你看那个 给你确定人生 说得好 太可怕了 站起来说 给梅总点赞 陈浩 你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 我可真不封建 如果他要是你女儿 我都觉得好害怕 你偏着让他选择不选择 不喜欢的 你现在回国就需要像我这样的明白人给你指路 知道吗 民事指路不如自己去污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可以说一句吗 首先无论各位老板赞同或是不赞同 我在这里都非常感谢 先给大家去一口 然后 然后你接下来的话要咬牙切齿地说 咬着呢 让大家感觉到你的决心 首先我觉得 我已经读到博士了 而且我在我一路专业走来 得到过无数人的认可 然后我父母在这任势上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意义 首先大家争论的是 我站在这个舞台之前的事 我既然站到这里了 所有的事情我想好了 而且我可以清清楚地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清楚自己做什么的人 所以我今天转行转定了 再问你一遍 期前要不要调整 不要调整 第二轮选择去货零 还有机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军期的职位 快来学的提供的是 教育他们的宣讲师 因为我们发现 宣讲师 对 因为我发现这个 你其实很有校园气息 而且当过老师 如果你对 仍然对教育行业有兴趣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 张博 那么我给到的岗位呢 是品牌活动策划经理 从骨子里来说 我也很不赞成你转行 我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觉得 还是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CAPG现在正是 很多新的项目事业部 在裂变的春天 所以我现在先给 CAPG先给出的 职位是 熊样项目事业部总监的助理 你跟着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未来你会成 有可能成为一个 新的项目事业部的负责人 我期待着 这是你真正的春天 那我们新的业务食材管家呢 在全国招城市合伙人 我就给你一个活动策划 和活动执行的岗位 吴健你好 我给您的职位就是讲师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徐昭 那我这边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呢 就是你想当的这个助理 是我们总裁办公室的这个助理 未来的话 可能是在一些项目管理上 你要去发挥 你这个就是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跟周老师有点像 就是我们也觉得你是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培训的这样一个人才 当然你要学我们这个行业里头一些知识 所以两个位子 一个是总裁办公室的助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培训部的这个培训师 我给你提供这个公司 银科海外中国中心的商务拓展经理 这是一个职位 第二个职位 我觉得你还可以在我们最近经历的 银科国际旅游 我觉得给你的职位 是这个总经理的助理 从他们所有人给出的职位 换成一句话就是 不做好助理的培训师不是好博士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七盏灯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谢谢 很抱歉 但是我很喜欢你 谢谢 很抱歉 但是我很喜欢你 您本人比电视上还漂亮 很喜欢您 谢谢 谢谢 您这么认读我 拥抱一下 我真喜欢你 但是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面一盏 很感谢您 很抱歉 有请梅向荣提高 谈前不算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好了吗 写好了 请揭晓 我想问一下二位 我将来的职业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大概会走一个什么样的路 就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你问我们 应该是我们问你 或者是你问你自己 就是你未来的怎么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回答 对 他做了还不是转了行吗 对 所以这事只能问自己 就不能问别人 好的 但问了别人给你做了主 你说我不喜欢这个 我得换别的 对不对 好 好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我今天目标起的就是银客绿云 其实我查了很多它公司的资料 而且公司又现在是很全形化 有很好的海外背景 毕竟在韩国也有相关的分布 我觉得我不想放弃我的海外背景 基于多语言的优势 我选择了银客 我从事最多的就这种销售行业 不管是在商场里 还是我自己做 我就没有拿过很低的工资 所以我认为挣钱 是一个很快乐很容易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是一个不太适合管理的人 更多的想要去分享 所以我今天意向是 培训师通过这个 来改变职业的这个规划 杨嘉欣 女31岁 黑龙江人 中专 惠家私立 动画制作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嘉欣 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 东北女孩 我热情开朗 积极向上 喜欢与人接触 也喜欢接触新鲜事物 是属于一个特别乐观积极的人 我曾经做过销售 还做过兼职的培训工作 今天来主要是想面试 培训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平常自己点子也挺多的 我也想尝试一下这方面 创意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黄磊老师好 今天我要给老板带小礼物 带小礼物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特别爱做手工 这个可以装身份证 因为身份证照片很丑的 然后可以盖住它 这是自己挑的 你自己选一个给我呗 这个 这是什么 鳄鱼 这是鳄鱼啊 为什么我是鳄鱼 因为你跟他很像很萌嘛 对面人好 我看他是什么 辛普森 辛普森 为什么是辛普森呢 为什么他是辛普森 就觉得好像很像 头型很像 头型很像 来 来 你这样 你选一张给他了 你不要花 来 我来说你给谁嘛 好 这是一只猫 猫 这给谁 那个你老板 周思敏 为什么他是一只猫 他很瘦 很像猫一样的女人 很像猫一样的女人 很优雅 他就愿意当一只招财猫 猫一样的女人得有多狡猫 又是一只猫 但这只猫不是黑色的猫 这只猫是紫色的猫 这送给谁 送给神仙姐姐 为什么 他是紫色的猫 因为紫色代表神秘 我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适合这个颜色 神秘 不管紫猫 黑猫 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接下来还有一只猫呢 这个猫送给谁 这是Catty猫 这送给谁 这送给谁 送没走 送他 你好 你别糟蹋他了 不是 这个是最天切的 长得最像是吧 这个脸型很像 多像啊 很像 很像 接下来这个就不一样了 一个蘑菇头 这个是什么 这最可爱的送给你 蘑菇头 挺像他的 哎呦 这个可丑了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送给谁 这个送给沐妍吧 整救地球 这个是拯救地球 他歪薄的 你看 这个可以送给徐中 我可以拯救地球 对 送给刘洋啊 没问题 来 听一下推荐理由 推荐嘉欣的理由 我只能说出他的一个势力 我觉得老板们就一定会疯抢他 他曾经在某一个大品牌的地面店做销售 然后呢 因为销售业绩很好 换了三家店 每换一家店 都是销罐 就拿这个就够了 并且他今天的表现来讲 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好的销售啊 是吧 抢吧 刚才他说你三个地方的销罐 是吧 干什么 卖什么产品销罐 其实不只是三个地方 我去每一家公司做销售都是销罐 我的天哪 你这么厉害啊 我以前是自己开过小店 摆过地摊 然后我摆地摊的客户会跟着去我店里买东西 你销售有什么诀窍吗 诀窍就是我 我要是去买东西 我更希望别人怎么服务我 我就去怎么服务别人 那很简单 比如说张杨现在在你的摊位上 要买一个耳环 送给他的某一位女性朋友 你怎么跟他对话 这耳环多少钱 你好这个20 便宜点吧 不行 我这个拿货都是吧 你看我在这站这么长时间 就未挣两块钱 您还是给我20 你要给我22也可以 我还可以再送您一节的 对 我让女朋友试试 诶 峰姐 你觉得怎么样 不喜欢 一点都不配我气质 那你不喜欢那不买了吧 走吧 走吧 你还没有说的吗 您别走啊 您不买也没问题 我给您一个我名片 上面有个微信号 你以后看别的什么好东西 从别的店看到 我都可以给您拿到啊 很便宜的从我这买 包邮吗 可以啊 包邮的亲 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还可以 我觉得很亲切 他的销售方式非常亲切 除了亲切还有别的 除了他还有 他脑袋转很快 最后一个绝对是加分的 对对对对 即便是不买我还给你一个 永远留下 为下一次的拜访做铺垫 对对对对 有一点也特别好 他说我送你一个项链 就是因为很多顾客在购买的时候 都喜欢有占便宜的心理 其实如果我是他 你要送我一个项链 我就买了 多划算 你看你就喜欢占小便宜 那是 一只黑色的猫 其实我销售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 很有耐心 就是客户只要试 甭管他买不买 我都会服务他 有的就那种包发户 我碰到一个 真的是有一个没老板 他提了一个马带 然后穿着特别不起眼 然后他就挑了很多很多件衣服 至少我记得 我是抱了这么大一捧 等了那么挺长时间 他也没有出来问我意见 他也没有出来照镜子 然后他就把门开开了 他就给了我三件 我说您是要包起来吗 他说这三件不要 其他都给我包起来 他盯着一个马带 然后从里面掏出三万块钱 说结账 他还曾经在一个体检中心做过 我上一个 客服顾问 你这个客服其实是在销售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我看你的工资到6000到1万 基础的客服感应该不会这么高 不是有销售的 那如果你跟大家演示一下 你怎么从众多的给你打电话的客人当中 辨别你的客户 然后最后完成销售 嗯 举个例子 你最漂亮的一个拿单的经历 最不可能拿到 结果拿到了 就是 这个 前两个月有一个客人 我跟他打电话 总是打了三次 每次都要打40分钟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气的男士 他单位报销他3570块钱 他想两个人 他和他妈妈来做体检 但他要求的项目已经超出了他的预算 大概要4000多了 他一分钱都不想加益 一分钱都不能少 就要这样 就要3570块钱 然后做他想要求这些项目的体检 我跟他打了三次电话 打了40分钟 反正具体的内容就是在跟他算账 我不会因为客户他比较强势 我就变得很弱势 他要强势 我可能会比他稍微更强势一点点 我会引导他 让我的思路去走 不会被他的思路带走 这是我的一个重点 就是他在要求他做所有项目的时候 我会从他的项目中挑出 我认为不太适合他的项目 并且给他解答 这个项目你不能做 而且他是跟另外一家体检中心进行比较的 我就提前在网上做了功课 找到我们家体检中心和他们家的一些区别和亮点 然后给他进行分析 我说你这个项目在那家体检中心根本就没有 您今年做了多了这几个项目 这是先进的项目等等等等 杨嘉欣其实销售做得不错 但是今天来应聘的是策划和培训的 为什么 其实我就是想 为什么不继续干销售 其实我对管理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不是很擅长管理 就喜欢前端销售 对我一是喜欢与人打交道 二是喜欢做培训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各方面给大家 所以我在体检中心待了四年 我在四年中一直是在没有任何钱给到我的情况下 给新来的员工 然后等等等等做一些培训 比如说我培训他成绩也很好 我就会感觉到哇有用 来你今天的薪水不低于多少要求 六千 六千有低于的限制吗 北京 一定要是北京吗 是的 因为我今年刚结婚是新婚在北京 嗯 男朋友了 不叫男朋友 老公来了 来了 就是留着小盒子那个 你是不是拿麻带的那位兄弟 不是 你老婆嘴巴很厉害 对 他其实做销售挺好的 干嘛还做培训 是不是他在家里经常培训你 也没有 也没有 嗯 我们怎么说呢 要是说我去评价他的话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快乐 快乐 他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因为 他不是说给我带来快乐 而是说 他有这个气质 能让任何人都能快乐 是吧 他很阳光 哦 这么说来你老婆是个天使啊 可以这么说 可以了 第一轮选择趋火流 接下来我们进行天生我有才 PPT 那这第一张呢 是我的户外运动 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的爱好非常多 爱好广泛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个过程 呦 那会儿可瘦了 对 这是我的公众平台 杨姑娘的思思念 这里边有我平常做的美食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情感分析 还有一些 还有情感分析啊 对 你的厨艺很好吗 还好 你的有多少粉丝啊 我这个公众平台不多 只有三百人 已经不错了 不错不错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公众平台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分享东西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事件 或者是什么东西 包括看您的节目 我就会有自己的感想 文章都是你写的 对 一共一百多篇 全部都是我写的 你阅读料最高的一篇 多少个阅读 二百零七 二百零七 来 下一页 这是我之前做培训的一个PPT 是我自己做的 里边分了几个步骤 然后给大家进行培训 这个是给一个刚刚入职 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一个 电话销售技巧 对 电话销售的一个技巧培训 你的培训分几个模块大概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个 能讲讲这六个模块吗 可以 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首先就是给客户分类 客户分类 第一个客户分类 第二个 然后客户分类了以后 就是对一些我们这边的项目 进行一些长语化的翻译 然后给客户听 就是产品介绍 就是对方问什么 匹配产品 我们要怎么答 简单的问答 对 第三个 然后就是一个 这就算是技巧之类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些 常见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那个解决方法 疑难问题的解答 对 第五个是介绍体检中心 与其他体检中心一些区别和优势 净品之间的对比 对 第六个是怎么拓展客户 就你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 没有了 可见从PPT当中 已经展露了他的一部分的才能 销售 培训 你这样吧 刚才说的那个题目 我们再进行一下 培训一下吧 来吧 给大家培训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体检知识 大家现在都生活在水平慢慢提高 由于生活水平提高 人的身体代谢情况也会变慢 所以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听到肿瘤都很害怕 比如说癌症都很害怕 其实癌症在身体的潜伏期呢 像乳腺癌啊 有一些癌症是十年 但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快速发展 它也要一年 所以说你每年都做体检的话 基本上是会避免很大的一个癌症发生 至于适合体检的周期 是一年还是半年还是三个月 这个看身材 比如说每一种可能就要半年体检一次 看一下血糖血脂血癌有没有变化 然后呢如果说咱们健康 像段总这样的呢 像段总这样的一年体检一次就可以了 您可以今年体检一次全面的 明年重点查您身体有异常的部分 然后呢后年再体检一次全面的 可以这样 如果经常运动会使人的身体非常健康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怎么运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有的人适合跑步 有的人不适合 所以说像梅总这样的呢 一般就是建议不要说跑步 快走 不要让心跳太快 会有一些危害 比如说像神仙姐姐 很适合跑步呀 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就是说比如本来就特别害怕体检 我就属于那种人 你害怕体检 对 我就万一是查出个三肠两肩轮 我这小心点 怎么那么怕死啊 受不了啊 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有有有 每次检都会恐慌心理的 对 有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首先我会跟他说一些体检的重要性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 其实您害怕呢 我也害怕 我给我家里人体检 我更害怕 但是不能不查呀 如果您今年是个小问题 您因为害怕没查 明年办大问题了 您怎么办呀 所以说您这次体检 由我来亲自带你 然后我跟你聊天 然后你就感觉不太害怕了 所以说诚诚地告诉大家 远离其病 从体检开始 对 体检因此要不了多少钱 几百块钱 但是可以规避很多人生 不必要冒的风险 可以让你健健康康的工作和生活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力 还有九盏灯 来 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梅向荣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那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就是银河商务咖啡馆的店长 还有培训师 我其实刚才已经很快地去去看了一下 你的那个微信 这个整个这个微信 这个里面的内容和你的这个语言的组织 然后这些图片搭配 我觉得你在微信的这个运营上 有相当不错的功底 所以呢 我看到你在找这个工作是创意类 其实我的理解 你是希望可能到一家公司里头的市场部 好比去做这类型的事 所以苏巴酒店呢 我们可以给你我们市场部里头的媒体专员 思敏文化是专注时尚里培训的公司 作为一个讲师 最重要的是把自己销售出去 你今天已经销售到我心里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具有讲师最基本的一个素质跟条件 那在专业知识的部分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有专业的培训和培养 所以我给你预留的工作就是 专业的培训讲师 我觉得你综合素质非常非常棒 然后今天刚好有个非常适合你的岗位 刚才我看到你的微信号 你喜欢做菜 喜欢分享 那我们一桃星空集团 是最大的餐饮家互联网的平台 我们最近孵化投资了一个品牌 叫Eat with China 是一个非常大的全球性的私厨分享平台 就是民间大厨 可以约饭到他家里面去做饭 已经有每天会有200多场 线下的这种私宴会 那么他就是通过这种发文章的方式 获取了很多很多粉丝和用户 你有这方面的一个功底 所以说你很适合这种类似于创意类的 可以发这样的文章 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 我希望给你的是我们在市场方面的策划专员 咖啡机给你准备的岗位是储备干部 你未来有可能输出的方向是咖啡机 迷你一熊样 这三个品牌里面的营运培训市场 甚至有可能成为授权经理 所以也就是觉得我觉得你进入咖啡机会有很大的 重新出发的机会 咖啡机欢迎你 刘洋 我这边可能会给你的两个职位 一个是人事行政港 另外一个是BD专员 江科业给你提供的两个岗位 一个现在江科业下面有两家公司 一家叫减脂时代 我之前一直在招的职 都是APP的这家公司 减脂时代我们的PR总监 就是公共关系总监做他的助理 另一个工作岗位是我们第二家公司 是叫康悦体检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我们整个客服体系的客服培训 优生教育集团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一个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商务拓展经理 经理企 我觉得你虽然没学过理论 但那个体系系统如果是自己误的 非常实用 另外一个给你是我们集团大客户部的经理 还有九盏灯 考虑一下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我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那意思是这边要全灭了 谢谢 谢谢 有请周思敏 尹峰 感情不伤感情 确切地来说他选择了两只猫 一只黑猫 一只紫猫 来 请下你们的心头 请揭晓 来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到这两只猫吗 我想问一下未来我要工作的内容 还有具体地址 你的工作内容就是演讲 然后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基本素质 接下来呢你会升 比如说从初级讲师到高级讲师 最后到首席讲师 那我们有前期有一个三个月的讲师基本培训 是这样子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打算让他做熊样 第二 这个明星品牌项目事业部未来的授权经理 那么这是你的起薪也是你入门的门槛 我相信前面三个月 至少两个月你是在被学习和培训的过程中 这个项目现在刚刚起来 如果你成为这个部门的授权经理 你的工资每个月月工资应该是这个 起码是两倍三倍吧 来 问一下哥们 两个完全不一样 一个做培训师 是吧 一个做将来的上升通道的是经理 特许授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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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适合做哪个 没有 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去选 怎么一点主张都没有 不是主张 我觉得 他都听我的 他没有主张 他都没有主张 都听你的 那你找这样的男人干什么 就是听话 听话 是 吴老师你看他很会处理家庭关系 我们有线下很多的体验课 专门教女人如何hold住老公 你很适合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句话 其实不加分 因为这个暴露的说 你所有的工作内容 都是跟女人在一起 这样好 跟女人在一起 就是你要放心吧 而且跟比较年长的女人 你真没有建议是吧 坐下吧 乖 来 坐下 行 对 你进入咖啡机 进入熊样 你可以发现 都是年轻活泼潮生活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好吧 一个是可以在舞台上分享 分享你的智慧 还有一个是 可以成就自己的某种满足 好 你自己考虑一下 去哪家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你自己考虑一下 去哪家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一 私民文化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私民文化 因为我一直想从事培训师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这个岗位特别适合我 我还是不够专业 但是我特别好学 我觉得哪个老板找到我 哪个是挖到了宝贝 家里面做了三年半的一个个体 我现在有一个尴尬 就是我没有职场经验 所以也没有专项的知识 所以我不可能去找 这种定向的职业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非常有能力 而且很努力 希望能够手下带3到5个人 独立地承担一方面的工作 万利 27岁 湖北人 本科 湖北大学化学专业 我叫万利 今年27岁 来自湖北黄石 毕业于湖北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一本学历 毕业之后 我选择放弃化学这个专业 并且放弃了保研的机会 来到北京 我第一份工作 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事专员 主要负责的是当年我们的校招活动 以及我们的一个新人培训活动 2011年末 由于我的父亲开业的需求 我选择回到了我的家乡黄石 开始了我三年半的从商生涯 今天我再次来到北京 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面 是想求得一份运营管理类的岗位 策划类的岗位 或者是总经理助理 以及12位老板认为合适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那名字很牛啊 谢谢 有位皇帝叫万利 对 你的推荐理由是 万利是在大学的时候 品学兼优 连续四年 优秀学生奖学金 还有三好学生 所以他后来呢 去了北京这家地产公司也很有名 然后当时他做HR专员 后来呢 由于家庭 一定要他回老家 他又回老家 干了三年店长 然后他现在要重新再 回到一个真正的职场 虽然说他依然还喜欢HR 但是由于他主要的经验 还是在于店面营运 所以他还是希望能找到这种 营运经理的职位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学生 然后呢 有过去这样一些 丰富的职业经历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谢谢沐洋老师 你刚才说你因为家庭的原因 要回到皇室 对 去做店长 对 这是父亲的命令吗 算是吧 那你应该算是蛮听话的孩子 如果有大的事情 还是会问一下我爸的意见 问一下你爸的意见 对 按道理来说 能够保送研究生 应该是一种父母的自豪 对 父母为此而感觉到非常自豪吗 不太自豪 为什么 老实说 因为我爸这个人 他就觉得 你宝言 你读再好的书 不如结婚生个子 读再好书 不如结婚生个孩子 对 这不都是跟女儿有可能这么讲 对 就是关于这个事情 其实我其实也有挺多话想说 然后 我也希望那个借土耐老师两分钟 我想把这一段经历表达一下 也算是一个感慨 也算是一个小演讲吧 行吧 说给你爹听的 说给我爹听的 万历说给他爹听的 说给太上皇听 其实 谁不希望有一个 钱多 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呢 我也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类他 是一个最特殊的80后群体 就此而言 我们是很幸运的一类人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有机会 一直依偎在父母的身边 我们是一辈子都不会愁 房子 车子 和带孩子的这些压力 但是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我们这些人又是不幸的 不幸在哪儿 不幸在我们自己 有一颗小傲骨 我们总想说 自己如果能凭着自己的一双手 能够流更多的汗 通过这样的方法 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能让这个世界感受到我们的存在 我们觉得这是愿意的 不幸的是 在这些像我黄石这样的小城市里面 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认为 你应该先成家后立业 其实我并不反对 这种先成家后立业的想法 但是 我实际上看到的结局 是怎么样的呢 我会看到很多人 最后在家里面一无是处 像一个败家子一样的 但是爸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最后还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为我们买房 买车 好像他们能看到我们 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 自己一辈子 好像就完成了使命一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又怎么能够谈 规划自己 我想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这个时候冲突就产生了 我大学的时候四年获得奖学金 我跟我爸打电话说 我说爸 我今天又考第一名 他说 你谈朋友了吗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好 完了 好 结果我出来之后 我大学毕业了之后 我选择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干 包括我大概三个月 我就去到了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和南开大学 做宣讲以及主持 我跟我爸打电话 我爸说 哎 隔壁家那个老王 都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 他家儿子 你准备什么时候生一个呀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在你旁边坐 我回到了黄石 我自己做了一个店 从零开始 第一年我就做到了库存53万 我跟我爸说 这会儿该醒了吧 那么你就会发现 其他周边的人就说 那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呀 你爸给你搭了一个台子 这么好的一个台子 你做不出来才是你蠢 我最后就发现了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所寻找的认可 我所寻找的我爸的认可 其实只是因为我做的方向 跟我爸的方向 认可的方向是不同的而已 不说明我不好 所以最后我选择来北京 来到这儿 再次证明我的实力 谢谢 谢谢 你有没有在父亲面前 真实地 诚恳地阐述自己内心的不愿 和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观点 就是你总觉得他们 就像一个桎梏一样 放在那儿 我来问一下 现场的是二位老板 有被在家里面被惨烈地逼婚了吗 怎么催你了 我爸就说他着急嘛 你看这么大了还不结婚 每天都加班 今天还通宵 总工作也不腾 多点时间出来找个男朋友 结婚什么的 如何理解父母对你的催婚 我是说 刚才你说被催过婚是吧 我是被催过 但是现在基本上 放弃治疗了 不是 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状况 他们觉得就是 还是要尊重我的梦想 因为我觉得就是 工作和生活都一样 你要学会水平管理 和相上管理 相下管理 都要学会 要尝试去跟他们去沟通 去说服他们 所以说 其实在他这个面前 就是他的父母 和他之间的差别就在于 他父母认为 你反正你先成家 你再去闯 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年轻人就觉得 我先立业 我再成家 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觉得 哪一种更适合现在的 年轻人呢 我就一直特别赞成 先成家后立业 为什么 说出你的理由 尤其是男人 成家之后 他才真正的懂得担当 没成家之后 就是一孩子 尤其当了父亲之后 更加立马就 我觉得责任 如果要靠结婚 那还不如没有这责任 我就是同意 先立业后成家 但是往往是立业之后 才会选择到属于你 或者适合你的另一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到家里 到底沟通什么 聊什么 在你的事业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 陪你走完这一生 我觉得到那时候 才能想得明白 立了业之后 为什么很多人 成不了家 那些女生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爱 还是因为他的光环 和其他 我觉得我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先成家后立业 成长了 因为我是那种 对家庭有很重的责任感 那种人 我后来是先工作很晚才结婚 有了孩子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到那个时候 人的事业上 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的时候 你发现有点力不从心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个水到渠成的事 其实你应该跟你父亲解释清楚 你做的都很不错 他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来逼你 我觉得我们社会 应该告诉 像这样的父亲母亲 孩子是个好孩子 就让他自己去闯去 对吧 像他在这个年龄 根本不应该干涉他 应该让他去做他想干的事 好的 谢谢 还有一点就是年代不同了 比如说我们父母 那个年代 他们可能二十出头就结婚了 然后我们这年代 可能是二十五六结婚了 然后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真的是三十五岁 都不算特别特别晚 因此我觉得时代不同 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 因此不存在 还是先成家呀 还是先立业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办法争论的一个话题 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就像那个奋斗里面 那个陆涛对夏琳说 为什么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来到了我身边 在我有了三千万的时候 你却离我而去 夏琳是这样回答他的 他说 如果你一分钱都没有 但你依然努力 我还想嫁你 但如果你拥有了成就 就从此不思进去 我宁愿不要你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伪命 所以说 其实你可以跟你父亲这样说 如果有个女的 就非我不嫁 我也非她不娶 那早期晚结我就不如早结 我干嘛要晚结 但如果现在这个女的不存在 爸爸 你去帮我征婚 你可以这样跟你爸爸说 你爸爸就没办法了 是吧 这女人又不是你可以创造出来的 是的 得你自己去找 好 这个事情慢慢考虑 这个不说了 不要再跟父亲置气了 好的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化学专业 也曾经做过店长 成绩还不错 但今天应试的是 营运管理和总经理助理 是吧 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家 六千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还是离家越远越好 不会 我们更像是就是 形容起来应该是像冬天里面的两个刺猬 就是靠远觉得冷得慌 靠近的觉得刺得慌 所以我觉得在武汉是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她为什么要灭灯 我觉得就是你应该有点主见 感觉你很多事情太听其他人 就你要有一个是非观 你要判断一下 判断之后你要尝试说服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职场的一个基本技能吧 我觉得这方面你要提升一下 我是通过这一点判断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你真的觉得她缺主见是吧 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PPT 第一张在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现在感慨颇多 然后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还是一个好学生 所以还是把它拿出来炫耀一下 下一张谢谢 第二张 因为我今天应聘的有一个是策划类的一个工作 所以第二张我主要侧重于我做了一些小创意小策划的东西 这里主要说一下第三张图吧 第三张图是一个校招的依拉宝的形式 当时给我的时候是个纯文本 就是我们当时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三个开发的项目 我最后有一天看到一个天气预报的时候 它正好有一个卫星云图 我就觉得那你既然是要给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 我觉得做成这种卫星云图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更直观更简洁一些 下一张谢谢 第三张和第四张 就是主要是来说明我自己做的一些成果 就是2011年的12月到2014年10月份 这是我自己我自己做的一个店 2012年3月份的时候 这个店是刚开业 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这个店在我进去的时候 只是一个3.5米乘上26米的一个空房子 然后一年的时间 我把这个店做成的所有的电线 加起来是53万 当然这里面有我父母的帮助 但你这个库存大 证明你的生意好吗 你一方面卖不出去 不就库存越来越大了 不会库存的意思应该是从一开始 从没有到别人到时候可以到我这里来买到现货 所以是你的资产对吧 是我的资产 他敢囤这样的库存 说明他的销售量是有提升的 是的 下一张 这一张是我的一个综合店的 就是这个综合店 从最小的起子扳手 到最大的配电柜以及电线类 一共7000多种东西 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 然后我把它全部学会 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摆的东西 每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摆上去的 下一张 你开两个店 是我爸的 这个综合店是我爸的 是你爸的 对电线店是我自己的 好 然后这一张是我主要讲述的一些成果 我去的六个月之间 我的日营销额是8000到1万块钱 我没去之前大概是6000到8000 我估计估约是15%的成长率 然后还有一个是节流 就是我通过寻求厂家 就是跳过我的一级代理商 直接找厂家 可以获得每年25%的返点 你主要是做店销售是吧 对 其实刚才问例 因为我觉得你的描述很细 主要你擅长的是店面的管理 对 尤其是这些商品的基本控制 但是感觉就好像 没有什么主动拓展的部分 所以你会拿库存来表示你的 对一个店的管理的优秀程度 这个我们也很少听到这么描述 比如说你管理这里企业的其他的店面 对吧 那你比如说我们不要求你做店销售 我们要求你出去拓张 你会有什么样的办法 这也是我想来学的这个原因了 因为的确我的往外推 就是我的业务能力 业务员能力是不行 万里就是你刚才讲 就是刚大家都在讲 你不会到外面去拓展的客户对吧 但是你又讲说你那个店确实是比 你去以前增长了15%以上 对吧 所以你就光是靠什么 你是靠质量 你这个地方我没听明白 他没听明白你的这个销售量增加的原因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使得它是店面的陈设改变了 对 或者是对老的客户进行了促销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使得你的销售量节节攀升 好的那我就简单说三个点 第一点我就是做了一个 服务的品质提升 做了什么品质提升 我要求我的店员 我要求我的店员进门来 因为我是五金行业 其实要求就是你们的服务 对你们的服务不是那么的紧 那么他进来之后 我是一定要求我的店员说 您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 首先要有礼貌的服务 对 然后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 您好慢走 这个在五金店很少 这个在五金店是非常少的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 店员的一个业务的能力问题 因为我说了 我家有7000多种的五金的商品 我去之前我们家的店员 特别是一些临时工 他基本上是找不到东西的 你必须得告诉他 比如说这个东西 起子某某某多大的起子 要放在这儿 它的品类是怎样的 对 但是我去了之后 培养他们的义务水平 对 第三 第三就是大幅的降低了 我的缺货率 因为特别像我们这样的 补货更及时 你这样做 我认为风险非常大 反而就是你刚才那个库存 增长那么多 你有没有去做过这些分析 第一 你那种 好比那种 就是那种服务啊 就你刚刚讲的 你认为服务 是不是会招来回头客 第二 你刚刚讲说 你把它补了7000多 还加了更多的品类 你有没有去分析 哪些卖的好 这个做了分析没有 你应该是把那个 卖的不好的 应该把它给去掉 而不是说去丰富它 丰富它以后你的库存 有没有做品类的销售分析 对就是 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不认为是 做了没有 成长的这个原因 没有做品类的销售分析 你怎么知道该补什么货呢 该哪些库存应该增加呢 对啊 我们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 是卖的好的 直观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做统计和分析 因为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 其实现在网上 现在连免费的库存管理软件 没有用 我试过 没有用 他刚才讲的 那你把主要功能抓出来 你用Exile来解决也行 只要用统计软件就能做 他刚才说的有主见 我刚开始不信 后来我反思了一下他的描述 我觉得你还真挺主观的 就是你可能一方面 你受你附近影响 你的性格里有很多主观 或者控制的这种成分 因为刚才你用最简单的排除法 末尾淘汰的方法 你就可以提升你的有效库存 对吧 但是你却显得说我经验 我们行业就这样 我们行业就这样 你显然听不进去我们现场人 那些质疑和问题 就是你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说 不是说你没有主见 你好像跟你父亲一样固执 可能有点吧 那这其实做音乐管理来说 这是个障碍 你怎么那么听不进别人的 对你的建议 这个东西我首先向陈总道歉 就是 这个不用道歉 你意识到了就可以 对 没有问题 那我有个疑问 其实小伙子 我觉得你未来能学出来 就你这个钻眼镜 但是如果等你学出来 你爸又要求你回去管 说你都学出来了 还不回来管 非等着我倒闭 那你怎么办呢 你爹的话是不是 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你多听 不会 其实刚才他灭灯的时候 我其实有些想解释 我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这个问题我当时来 刚来北京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有遇到过 就是他们会问 那你以后有可能会回去 其实我就反问了他一句 这个时候我也有点冲 就是我说 其实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能够给我 我自己觉得我的能力 比如说只一万块钱 我在我自己的店里面 大概每个月 也大概能赚个一万块钱左右 我觉得这个收支是平衡的时候 不一样那是你们家的企业 没有关系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自己来说 自身来说是一样的 这孩子真的需要认可 他从来没有遭到过认可 这是父亲给他埋下的隐患 如果你一直认可他 他或许就不会这么纠结 也许是将来资产道路当中 如果你去的那家企业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 我们只希望可能是这样 第二轮选择取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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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桃星空给你提供的是 运营助理的岗位 地点在北京 你咖啡之一位 你提供的岗位是 运营管陪生 其实你还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 我觉得 而且做事非常细腻 而且你有一定的运营经验 但是讲老实话 你运营的基础非常薄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 所有的所做的事情 基本是没有理论支撑的 你进入咖啡之一 进入我们的 长青藤管理培训学院 系统的学习运营之后 你才真的知道 什么叫运营管理 什么叫通过运营的管理 达到最后 你想要的运营结果 凡星空选给你提供的职位 在上海 你可以到我们上海 做管陪生这个职位 从仓储到运营 各个方面都了解一下 就哪怕你在我这待不下去 你回去也能帮到你老爸 谢谢 万里我们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 我们会在下半年在全国 尤其是像湖北这样的教育大神 进行推广 所以我们需要区域的推广经理 我们基团给你的是 我们加盟联绳事业部的管陪生 输出方向就是运营 考虑一下 在剩下的五盏灯当中 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有请尹峰张扬 谈钱不伤感 来 写下你的心头 请揭晓 六千佳 六千佳 这两个家伙倒是出奇的江苏 来 谢谢 有什么问题要问到这两位老板 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要问 一桃星空 咖啡之一 或者是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他这个公司也有10年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相信他的培训 这些东西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把理论打扎实 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做吧 请关注西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 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巨利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非你莫属 由港人震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人震蛋糕 非你莫属 港人震蛋糕 好吃不上火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